佛江軍艦發射雄三飛彈集成靶船 是五國反艦飛彈主力 隨著中科院飛彈量產廠房 今年六月將完工 雄三未來年產能將從二十枚 提升到七十枚 雄二以及雄身飛彈 共用生產線提升到一百三十一枚 自我防衛的話 任何武器裝備者對我們有利 當然有需要考量 它不管是數量或未來運用的方法 專門防制戰機打巡運飛彈的防空飛彈 天空三型 產能提升到九十六枚 陸海社艦二飛彈系統 則提升到一百五十枚 反制作戰武器空對地 萬箭但無人攻擊載具 也渴望產能極大化 這對我們快速的建構 台灣刺蝟島 不對稱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應二無開戰 台海情勢受矚目 加拿大軍情司令部司令萊特 也指出憂心中國趁亂武力犯台 我方力拼國防自主一刻不鬆懈 有意建構 刺蝟台灣作戰策略 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累積出大量的中遠程火力 讓我們的中遠程火力增加的時候 其實我們變得不像刺蝟 我們變得像那種會噴毒液的眼鏡蛇 敵人還沒近身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毒液進行中遠程的攻擊 台灣防空飛彈密度世界排名第二 僅次於以色列 再加上各類飛彈未來數量達到高峰 我國提升軍備 展現捍衛台海決心 下面一片盤電話 這款中 特別到